中党立委张旗凯在我们中天独家踢爆了一个食安风暴 他质疑呢 进口冷冻液氮已经超过一年多的保存期限 但是续产会居然还在飙售贩卖 今天国内大现场我们交给陈佑 国内大现场我们热烈邀请到了立委张旗凯来到了现场 委员早安 马德哥早 各位大家好 所以委员我们今天有一个食安的独家要来跟各位网友报告 这个我刚刚听到整个下风了 因为我们之前进口了很多进口蛋 然后这些蛋可能卖不出去嘛 然后就变成冷冻液氮来贩卖 结果现在委员这边疑似有掌握到相关的资料 也就是说这些蛋好像是更改了期限之后 要再继续卖到市面上去嘛 去年我们一共进口了一亿五千多万颗的鸡蛋 那根据监察院最新的这个纠正报告 有五千四百多万颗 一到了台湾根本连卖都没卖 它就已经坏掉了 结果从买蛋到销毁的这个钱 一共花了我们人民超过五亿 这已经非常离谱了 第二个真相是什么 他买了一亿多万颗的蛋进来 只有三千多万颗进到市场里面 所以怪不得去年我们第一个买不到蛋 第一个买了更高的价格 那现在更严重的 就是刚刚在讲的 有没有食安的这个问题了 因为去年的将近七千万颗的这个蛋 它快要过期了 所以它把它打成液蛋 液蛋是为了什么 液蛋就是为了要保存期限可以多一点点 它号称说它的保存期限是 一年就现在问题来了 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我就发现它把这些液蛋拿出去卖 要卖两千多万颗 我就对着咨询的时候 问着行政院长 我说第一个这已经快过期了 你六月都拿出去卖 第一个你们跟他讲清楚 这个是去年的进火蛋 第一个它马上要过期了 你买完之后出去 要开始要就是要销售 然后到吃到一般 它的最大中有三个 一个就是学校的学生会吃到 一旦就是学生吃到可能性很高 团战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军人 第三个就是面包店 我说你一个马上要集齐的 你出去以后 会不会影响到人民的食安 所以那时候六月份的时候 行政院长就踩了刹车了 现在很离谱的 我最近查到他八月份 竟然重新又招标 又拿出去卖 六月份的时候不能卖 我叫他说你给我查清楚 他到底有没有过期 他已经踩刹车了 他八月份的时候 竟然又拿出去卖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而且我发现的 他竟然把标示改掉了 他在六月份的时候 他上面有写说 这个疫弹是什么 从巴西来的 从泰国来的 他把这些进口国有写在里面 然后他把它混合 打成变成是疫弹 结果这次八月份的时候 完全没有写 这是所谓的改标 这已经严重违反了 慈安法 这个很严重 最近有两个个案 大家可能去注意一下 就是发生在高雄的 有过期的肉 跟新鲜的罚杀放在一起 这个被罚钱了 已经送罚办了 更严重的是 桃园地检署 最近有起诉的一个案子 就是去年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食品公司 他去跟续产会 中央续产会 买了进口蛋去做 结果有些都已经 发生腐败的蛋 他跟新鲜的打在一起 竟然还卖出来 被起诉了 那我们就要问啊 如果民间的都被起诉了 那现在被有抓到的 你中央续产会 你上去标示的 你为什么可以改标 你现在把六月份都有标示 这些蛋是来自于巴西 泰国它的混合的这个疫弹 你竟然把标示拿掉的 改标这个也没有法律责任 这是一个 那更严重的是什么 这些蛋 去年进来的这个蛋 它一定有效期 对不对 有效期很多都是到九月份 像巴西蛋大概九月中型 九月下型就没有 今天几号了 九月二十四号 那我们就要问 你上个月你把它卖出去 把它卖出去 你有没有过期的问题 因为在六月份的时候 我就问了行政院长说 你要去清查这些蛋 到底有没有过期 因为它是把巴西蛋 泰国蛋所有的 混在一起变成疫蛋 那再怎么推 它的有效期 如果是一年的话 到了九月底 也过期了 所以这是不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好 那现在行政部门可能在凹了 他就说 这个一旦可能保养的很好 消毒的很好 它可能不是一年 可能可以用到一年半 可以用到两年 好 那我讲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 我查到了 中央续展会当初这个产品 它打成一旦上面 它是有这个时间的嘛 上面写生产日期 到它卖出去的时间 上面就是多少 就是一年 更重要的高雄市政府的卫生局 对疫弹 他们也做了一部分的解释 有效期间也是一年 最重要的一个单位叫做食药署 这谁管 卫生 卫生 这个卫福部的食药署管这个嘛 对不对 它的认定也是一年 结果政府现在农业部 那边在硬拗说 它可以到一年半到两年 那第一个我先拿出了卫福部的 拿出了你之前自己的产品 打脸你 那更重要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我正式的呼吁 请讲说可以 这个蛋可以用到一年半 一旦可以保存在一年半到两年 我们请行政院长办的试试会 行政院长带农业部长 所有的阁员 来立法院我们办个试试会 就吃那个 你说那个还没有过期的这个蛋 对不对 你这是保证嘛 就保证你现在的蛋是没有过期 因为现在如果从以前的资料看起来 要么就是已经过期 要么就是很有可能马上就要过期 而且会吃到我们学校学生的肚子里面 吃到金人的肚子 吃到你在买面包的 随时可能会过期 所以我们郑重的呼吁 请院长带头 带着所有的阁员 然后我们来办一个试试会 你们就吃 那个你们认为还没有过期的 一年半还可以保存的 两年可以保存的这些一蛋 所以等于说东西卖不完 然后我们的政府好像每一招都是说 我展颜他的旗线 之前要巴西蛋的旗线 也是一直展颜 这里面两个大问题嘛 一个就是说你在6月份的时候 你是有标示的 标示这个从哪个国家来的 你这是在8月份卖的时候 你把标示改掉了 这个就违反法规了嘛 这本来就是要罚的嘛 对不对 第二个更严重就是说 你到目前为止没有清楚交代说 这些一蛋到底过期的没有 那好 第一个本身有没有过期 这是一个 第二个你卖出去以后 流向流到哪里去 卖出去这么大批的这个义蛋 七千万颗的义蛋 卖出去不是一天就吃完吧 对 例如说你标道的 或者我标道的 一个大的这个厂商去标道的 你总要还到下游里面去啊 例如说到学校 给学校这个做这个 学生吃的这个营养午餐 那总要有一个时间点啊 那大家算一算 现在不是9月24号了吗 对6月 这个风险 这个风险非常大吧 所以政府第一个 有责任讲清楚 第一个你这一旦过期的没有 这这一旦过期的没有 第二个你到底卖到哪里去了 第三个你至少要自清 好那就请行政院长 率所有的部会所长 来立法院我们办个试试会 你吃给大家看 一旦可以做成什么炒蛋啊 蒸蛋啊 对对面包啊都可以 我们就在办一个试试会 请院长带头来吃给大家看 看到底有没有过期 好所以现在这个委员 踢爆这个状况 希望我们这些官员们 如果真的勇敢的话 就站出来把这些蛋 勇敢地吞霞度 好以上是我们这一节的 国会最新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妖精爽高防晒凝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